好久不見 現在是星期三晚上的伊律時間 我超久沒有拍伊律看了 那這些是全靈Wii Street 8月初的新商品 然後都是麻糬類的 然後全部都有這樣櫻花的感覺 日系風格的 應該是把全部都買回來了啦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吃給大家看囉 先從這個菜吃好了 爆漿軟心麻糬 軟軟的而且它長得好像 爆漿耶 我試看看它可以多爆 哦這個好吃 它這個真的比較像麵包 Q度而且它有一點那個麵粉味 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很香很香的那個卡斯達餡 吃起來好好吃 很冰冰涼涼的 爽 接下來這個日式黃豆黑蜜大福 QQ的 想要把它切開來看它的切面 看裡面是包了什麼 它外面那一層是裹了一層薄薄的黃豆粉 然後其實黃豆粉味道我超級喜歡 就像是說日本不是有那種雀餅 它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雀餅 但是超愛吃雀餅 然後它上面都會裹一層黃豆粉這樣 然後吃起來平平涼涼的 很爽 它裡面包黑糖醬以外好像還有一點 不知道是黃豆慕斯還是黃豆奶油的東西 它的餡料 可是我覺得麻糬它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它的皮是要夠Q 它這個皮沒這麼Q耶 它會比較像是吃下去偏入口即化那種 而不是有Q彈感 這還蠻適合 你要吃不太方便的老人家吃耶 這個滿分10分的話我大概給它 7分好了 7分會不會太高 抹茶串丸子 這個是我看到第一眼的時候 我覺得我最想買的東西耶 它這個好黏喔 我要怕你們分開好不好 拿出來的感覺看起來超好吃 而且看起來超高級 可是一切難說 要吃了才知道 我先單吃一個 然後再加紅豆餡 它這個丸子單吃的時候 其實口感蠻Q的 而且它的茶味是有出來的 可是它沒有到那麼的重 說是抹茶嗎 其實我覺得好像是任何茶都可以 它不是很抹茶的味道 口感上面我給它一個讚 可是香氣上我覺得還好 那我來配紅豆來吃吃 紅豆好香喔 配起來吃才好吃 真的是絕配 如果你不配的話 單吃那個丸子會覺得很乾 然後好像沒什麼味道 你加紅豆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它整個味道 被揮發出來 就是哇 好吃 可是它有一點要注意就是 它的丸子其實說嚼勁還蠻有的 而且它算大顆 就是如果是小朋友要吃的話 我覺得要把它弄碎一點 不然真的很容易噎到 它每個包裝除了名稱以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slogan 那slogan好撩喔 我每天在嘴上抹蜜 只為逗你開心 剛剛的那個爆漿軟心麻糬 它上面的字是寫說 咬一口 我對你的愛 漫出來了 如果 我們家潘先生 偶爾會說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也是挺好的 第四個是這個 客家花生糰子 售價35塊 我真的很喜歡吃那種傳統麻糬 可是我覺得現在路邊 它的傳統麻糬越賣越貴了 就以前可能一小袋5顆20塊 它下面30塊40塊 我就覺得 這個價格我吃不下去啊 扁扁滾滾的 好可愛喔 因為它整個麻糬都包著花生粉 這樣吃起來才會鎖 它這個花生粉還是要給的大方 你看我整個鋪滿 這個麻糬可以 這個是小時候我最愛的味道 花生粉它一定要狗滿 那個麻糬 不然因為麻糬它本身沒什麼味道 這個客家花生糰子 我給它8.5分 因為它的還原度真的很高 而且它都看 它的花生粉給的多 又香又甜 所以它整體的完整度是非常高的 我給它8.5分 它是一個不錯的孩子 又有寫了一個slogan 我一定要唸一下 花好月圓 花好月圓 就等你和我團圓 第五個是這個 叫做麻糬四重心 它上面有寫它是哪四重 它就是外面這一層是巧克力 然後中間的話這一層是麻糬 然後再來還有棉花糖耶 然後裡面這個是草莓 周日西河壁的概念耶 這感覺好酷喔 它做的好像是高級巧克力喔 軟軟的耶 我原本以為好像會有點雷 可是它吃起來 它其實你不會想說把它歸類成是麻糬 你會比較想要歸類成它是一個草莓巧克力 帶有那個麻糬的Q度以外 它裡面有點那個棉花糖的香味之後 擴散出來的就是草莓香 好好吃喔 吃到現在裡面應該是最甜的一組吧 光它的這個香味跟味道的話 我可以給它7分 最後一個 愛心餅 我覺得這句話好撩 這句話在座各位可以學起來 它叫做 我真的很花心 我喜歡每一種的你 如果你一開始聽到人家講說我真的很花心 你就會滿腦子想說哇塞你要去幹嘛的話 然後結果 下一句話就說 因為我喜歡每一種你 你就會瞬間要熱怒 要爆飯的時候出來就是笑笑而已 你吃 哎呀 的那種 害羞 最希望潘先生可以跟我講這句話 這應該是這個系列裡面最情人節的一樣東西了吧 因為它真的是給你一個粉紅色的愛心 不過雖然我覺得現在大家在看的時候 應該已經過了七夕情人節了啦 但是 有情人的話每天都可以過情人節啊 就像我跟令一樣啊 呃 啊 對啊 欸幫我陪我一起吃最後一個啦 好啦 終於要請到你了 我好感動喔 我剛一直cue你都不理我 我跟你講我不好請好不好 很貴的啊 多少錢 時間快一點吧 我一顆心可以嗎 不夠不夠 好啦那我想說最後一個就是兩個一起吃好不好 欸 你為什麼要把我的心撕掉 我心脆了 怎麼口味 我的是芋桃喔 你應該是花生吧 嗯 花生 我還以為它是走比較日系的風格 結果它是很台式的 你才台啦 好我走 嗯 你都不等我把你的心吃完 欸最後一件事 最後就好了我剛剛忘記了 幫我唸它左邊的字 這可以跟他女朋友這樣講嗎 欸我真的很花心 我喜歡路上的所有女生 不是 後面那句不是這樣 我要後面那句重新再一次 我真的很花心 因為我喜歡 路上的每個女生 好啦今天的六種麻糬已經是吃完畢了 請大家逼迫男朋友念 他旁邊那個小小的slogan好嗎 叫他們學一下 我家這個來不及了就算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大家還有任何想要我 試吃的東西 或者是開箱的東西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記得訂閱記得分享 記得按讚喔 就這樣拜拜 我們下個禮拜見